謝謝主席有請我們中選會李主委 委員你好 主席這個會期你就比較辛苦一點 讓他讓他裸住 但是我有兩個問題要來請教 像這一次我們的公投在台南 我們在十七跟十八案裡面 我相信都出現了 這個同意票跟不同意票 剛剛記不中了 那剛好我們這一次的公投 是對事情的一個投票 這個發生錯誤也不會去影響到 整個投票的一個結果 但是本席看到這樣的一個新聞出來以後 我相信我會拆一下 這個如果是在中二選區的選舉 你給他看看這個事情還得了 所以你像這個人的部分 尤其是地方選無人員排除了 要記不中了 你也很難去 就是說事先怎樣去預防 不斷的不斷的 大家只是事前這樣演練 但是事後 你像這個你要怎麼檢查 這個我們其實都有 Double Check的機制 所以你這個計票單 除了是主任管理員之外 主任監察員都必須要能夠自己看過 那也是出問題 那這部分我們會再加強 有這個個案的一些瑕疵 那我們會做成通案的加強的教育 我是要跟你說 這剛好是事情 如果是忍發生在中二那不得了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以這一次的一個監票員在中二選區 這一次的立法委員的一個補選中二選區 算你們辦的 中央的選舉 那不是 你這次人 你說有的人不愛派 你就變成大家討論了那麼久 就是說到底底線是兩個 可不可以再增加 我一直看到這段時間你們都沒有態度 本席拿我自己的來當例子 一零年跟一二年碰到台北市長選舉 跟總統的選舉的時候 台北市的那些監票人員 都是我一手訓練出來的 都政黨 國考選人 你說議員啊市長你選你派 他如果沒時間都董播 那個時候其實我在訓練這些人的時候 我也找了很多人 沒有那麼困難 分配跟訓練就完了 那你像這個有的政黨 他們碰到有其他的候選人 他不派 那你就明明你中選會也知道說 這個是這一場的一個補選 是非常的一個緊繃 那當你派出來的人 這不夠有人不派 然後其他又由這個地方的 現在民政局回覆說 你跟他說國際兩個人 那其他的部分 你怎麼不會去想到說 再去問一下 各個候選人 你們又要派嗎 既然有人不派嗎 主動去了解 然後去做一個協調 我看你們怎麼這樣做 你們都不做 我給委員做一個報告 當然這都是依法巡例來辦理 過去優勢依來都是用這個模式在辦 我都知道 我法的部分主委 法的部分 合法性的部分我都不質疑 那這個模式 當然有他可以檢討的空間 不過有一個事務上的困難 我們必須要先去結構去解決 你譬如說 你要增加人 增加人醫生 但是我們這個醫生 早就都變好了 兩個就兩個 變兩個人的醫生 理想我們整個選務作業的實程的規劃 當時要招募 當時要訓練 要工事 這些都一系列的實程都安排好了 你如果說不夠了 要再去請他們再去推薦的話 那時間都會耽擱的 訓練也不一定來得及 但是這些都是技術上的問題 制度上如果人類說 應該有更加支援的辦法 我今天也第三次 來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我們會檢討 檢討兩個面向 兩個面向 第一個面向 是不是一定要兩個 是不是特別的案的這個狀況 可以逐於增加 這個我們會檢討 第二個 你們兩個也一樣 三個也一樣 可能有不足的地方 是不是要兩個 這基本也不用檢討 這沒有人講說只有兩個 是你們講說 尋之有年 你可以三個 你也可以四個 這主委 你說這個 這個我就聽不下去了 這要看 這個 每一次的選舉 可能會困難 一區而已 沒有啦 主委 全國只有一區在選 你不能去講說 因為經費早就已經編完了 我就沒錢了 你說這個人聽得下去 所以我反而會覺得說 你說你原額不足的部分 你先去尊重各個候選人的一個意願 現在你說 你說這個地方選 選委會 現在民政集員去排了嘛 對不對 台中市政府要去排了 現在大家想法就是台中市政府去排了 你現在的講法就是 就是說這張選舉是你們辦的 所以我反而會覺得 如果說優先去尊重當事人 你要排嗎 你們排喔 你們排我給你排喔 大家都沒話說 你知道嗎 那不是這樣說 這最大的辦法需要修改 作業的辦法需要修改 沒有啦 作業辦法 其實像這個 中選會如果再去主動積極一點的話 我反而會覺得這個議題 早就不用這樣繼續再燒 不過主委像你現在的講法就是說 都沒辦法喔 你的講法就是說 沒辦法再爭 各候選人都可以再去爭派喔 就只能由台中市選委會他們去去去去去去林派了 你現在想法是不是這樣 過去的做法都是這樣 相關的規定也是這樣子 那所以這一次也是這樣 這一次我們不希望他是變成單獨的一個特例 這樣子也是會被批評 這也不是特例 我是覺得解決疑慮 中選會一個獨立操覽的一個機關 不代表說按照法律去做才叫獨立操覽 解決事情 大家也願意說你們是一個獨立操覽的機關 但是問題那些做法出來以後 現在就是有疑慮才要你們來解決嘛 所以我們會檢討這個辦法 所以這一次就沒辦法囉 這次不好意思 這次就是按照這樣子的規定來處理 這個我都覺得非常這個就真的可惜了啦 那個委員我跟你報告 如果我們這個時候再去更動的話 其實我社會上也不會支持我們 我們的選務也會因此呈現一片混亂 尋問尊重當事人 尋問當事人按照法律可以讓他們去徵派 哪有說什麼社會不會支持你們 你們就讓他們收到這麼久了 時間一個拼口你們就沒辦法做了嗎 而且大家有一個迷思啦 其實這個跟誰推派 誰推派都是為大家做事情 不是說誰推派就是為什麼人做工作 這點我問大家可以 主委 其實喔 讓候選人去選派 有一個好處它的意義在於 那個叫做外部的監督啦 通常不是冬風在辦 不到候選人的人在那裡 說好看一看 看會有不伐 這就是過去大家怕嘛 過去那個團統嘛 現在大家其實也不怕了 但問題是說 在這種補選裡面這種地獄性的齁 大家要是 如果說裡面都沒辦法自己的人的時候 人家要是擔擔嘛 這才是問題的重點嘛 我們的每一個投開票所都有選務人 都有這個警衛人員在那個地方 我們都相信啦 主委這個我們都相信啦 我的意思是說這樣的一個自私的一個說法 其實 不夠圓滿啦 不過我跟委員報告啦 正經說 在這個時候 為了這個事情 又去變形 還要知道這個辦法 這個政派齁 真的社會上不會支持我們 我們自己的立場都會受到質疑啦 千萬中選會 正經沒辦法做這個工作 但是制度要檢討 這個我們會七星的檢討 這最近對於這個制度辦法的一些 批評 檢討的聲音 我們都聽到了 是啦 我自己心裡也有譜啦 因為這個事情喔 也不是今天啦 你當然你現在來說時間有比較變嗎 沒有啦 過去漫漫發聲過啦 沒有啦 我的意思是說 你剛才一人在 你這個當時就知道的事情了 一樣不符啦 當時就在討論了 一樣不符 一樣不好啦 老實說 中選會你說 有事到一到 你又為了這個事情去變形齁 真的委員請你體諒我們的立場 其實我最在意的是 這段期間你們對外的說明不足啦 地方都有說明啦 地方都有說明 你沒看 你沒看 每天都是一個變成一個政論的議題 我沒有看到你們相關的說明 地方有諜次說明 其實地方的說明就是我們的說明 地方選委會的說明就是我們的說明 重點就是民眾聽不下去啊 他還是有威力 所以說下去大家聽不下去 我在這裡再說幾個禮拜 真的中選會 這個立場我們必須要過 這個真的是要再檢討一下啦 會檢討 請回喔 我請我們那個課委會主委 楊主委 謝謝 謝謝